上個禮拜這個國民黨內部民調 我講萬安還贏5% 從這個禮拜的這個聲勢看起來 還有這個如果週刊報導的是真的 那蔣萬安這個內部的這個問題可大了 接下來會怎麼影響選情 其實那個國民黨內部說蔣萬安贏5%的話 這個我一點都不驚奇 對不對 你看蔣萬安之前 他的他的支持度是有多高 你看我先舉一下 二零一四年 林勝文跟柯文哲那的選舉 那時候到九月 林勝文都還是42%比32%贏柯文哲10% 對不對 到九月還贏10% 現在才幾月 七月的時候更不用講 七月那個時候林勝文還贏柯文哲 贏了快將近20%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的萎縮程度 有沒有比當時林勝文萎縮得還快 所以這個有什麼好說嘴 林勝文那個時候贏那麼多 到時候還不是輸掉 而且那個時候很明顯的 他是沒有人其他去分票的 那是兩個藍綠對決 之前不是一直喊說藍大於綠 藍大於綠 藍大於綠 藍綠對決 你還輸給柯文哲 那不是很丟臉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好 那很多人就講說 蔣萬到底在選舉在選什麼 對不對 為他覺得還選什麼 其實很多昨天不是在討論說 蔣萬的人設是什麼 我常常講說 他的人設就是靠他很外表 對不對 他有什麼人設 他就是覺得他的外表不錯 那個支持度很高 民調每次都贏對不對 可是我還是要舉一個例子 你知道想當年我在跑馬英九新聞的時候 你今天蔣萬安 你要跟蔣萬安 馬英九比 在插風 想當年馬英九走到哪裡的時候 不是只有婆婆媽媽 那個時候連小女生 整天天晚上吐吐吐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蔣萬安 今年的現在的支持度 有當年的馬英九這麼紅 你沒有那麼紅的話 那你的票就少掉一半 年輕女性你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你說你今天不過也就是有婆婆媽媽 對不對 而且你有沒有考慮到 那些婆婆媽媽每天在那邊跳舞 每天盯著你的話 你有沒有想到這些婆婆媽媽 老公們的感受 對不對 那這些老公一定火到 不妥蔣萬安 所以這個不是作為你一個決戰的 一個觀點 人家講說蔣萬安現在是怎樣 是老的顧不到 新的拉不到 因為說真的 你現在已經三咖都到這種地步的話 我當時就講說你浪費了那麼多的時間 你很早以前 不要說什麼兩個月 你已經提名將近兩個月 你應該聽說蔣萬安要選市長的時候 大概快一年前就聽說了吧 所以你從那個時候開始 你沒有把餅做大 當大家現在餅開始搶這個餅的時候 列餅還剩下多少 所以就是很明顯 就是現在三咖都的情況之下 那你蔣萬安說真的 你如果還是用這種方式在選舉 大家講說佛系 剛才那個余將軍講得很好 對 余將軍講得很好 他說他已經變成臥佛 對不對 你哪裡在那裡 臥佛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臥佛就是今天要逆盤 要走 結束 over了 懂不懂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如果用這種選舉方式 到目前為止的話 說真的不用選了 那我們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你今天想把餅做大 你看我們看那個 申嵐票被黃搶光 這件事情有沒有 因為人家講說 蔣萬安的路線 是一下子中間 一下偏離 一下就想拉森蘭的票 對不對 那看起來人家就講說 黃山珍現在看起來 還比較像鄭蘭鈞 對不對 我還記得當年 許財力在基隆 選市長連任的時候 跟那個什麼 劉文雄有沒有 那個時候劉文雄 就打的他是藍軍 後來是我跟 許財力建議說 你所有把你的所有競選 旗幟所有的競選的背心 改成鄭蘭鈞 對不對 那時候劉文雄逼著他 所有的那個什麼 蘭鈞的那個旗幟什麼東西 全部重新改掉 因為你就是親民黨的嘛 你這是跟人家鄭什麼蘭鈞 對不對 國民黨唯一推薦的 就是許財力一個人 所以那個時候就這樣 一改了之後 你看整個票就回籠了 那現在就是一樣 陳時中也是啊 他現在立於一尊的時候 他的票是不是就全部回籠了 那你講話你的票在哪裡 你要靠什麼方式 讓你這些支持者能夠 馬上馬上馬上的回來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你選舉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競選方式 你的競選主軸不明對不對 空戰陸戰 你到底要怎麼打都不知道 陸戰現在看起來 現在這些話越來越多嘛 包括剛剛講說港湖區的那個金主 要幫你租了付了一年的租金 你都不給我進來進駐 對 那個金主看起來像還要掏腰包 對 那更誇張的是 本來之前不是說找那個 那個何鸿龍 那個馬英九之前的那個 民政局長有沒有 幫他出來操盤 因為民政局就是那個地方的 組織架構 負責什麼護政啦 兵役啦 什麼東西 最清楚的 他本來找他來當 在做組織戰這一塊 那現在又傳出來 來了之後他竟然把那個什麼 十二區的後援會有沒有 成立的事情 丟給臺北市黨部 那黃鸿龍他們就講說 你來 你不是要叫你組織動員 你現在丟給黨部的話 那要你來幹什麼 對啊 對不對 而且組織動員 你說靠黨部那一堆人 黨部十二二區的話 就是就是支黨部 分黨部 出來的話 還不是叫黨志工 黨工 在那邊衝人頭 那怎麼樣都是這一群人 每次出來都這幾隻 你要把他牽不死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餅做不到 而且沒有外擴性的效應的話 所以你的組織當然是越來越小 因為你這些組織 可能私底下就被人家挖走了 包括議員也是 里長也是 這些都是你的基層組織戰 應該要的 對不對 那我講說 黃珊珊現在人家講說他鄭蘭君 那鄭蘭君是他還是靠什麼 專業形象 他今天就是說 我在市政賢熟度 我在副市長任內 我包括防疫政策對不對 我都可以把台北市 衝得好洗好洗 所以你知道嗎 慢慢慢慢 他從哪裡開始 蔣灣的票從哪裡開始崩跌 你知道嗎 就是從那些知識男跟經濟男開始 這些人他是起什麼 小群體的那個領袖 一些領袖的那個效應有沒有 我怕知識男跟經濟男 如果跑掉之後 他一定會帶著一堆人 因為他是異界領袖 這些人以他為馬首是瞻 覺得說你都已經跑去 黃珊珊那邊的話 那只要一崩跌之後 那是你永遠拉不回來的 就像我剛才講說 連勝文那個時候 他贏柯文哲贏那麼多 可是他十月的民調 開始出現死亡交叉之後 那個是永遠換不回來 跑去變新的 就回不來了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真的是 你慢慢慢慢就知道說 你講話在整個選舉過程中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包括說你的黨部組織 人員的那個工作分配對不對 我沒有看到你有任何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你接下來你要怎麼樣去把它號召 把這些人給拉回來 這個把柄做大 是要有方法步驟的 對不對 你不是說一下子 我今天要拉中間 中間的對立罩 要拉偏綠 偏綠的對立罩 那你現在要去拉生染 生染就一定會對立罩了 所以這個不大有可能 所以你看現在這個藍營當然是集體焦慮 那集體焦慮之後 你看剛才又喜也提到說 中小平 李明賢 張思剛跟戴希辛 跑去臺中做一個自強活動 我跟你講他那個自強活動的目的 他不是真的找盧秀燕當領頭羊 你說真的盧秀燕領頭羊 領頭羊搶到台北就領下了 一點用都沒有 那個李太遠 天高皇帝遠 他只是告什麼 他就是去那邊給你蔣萬安壓力 對不對 你看陳時中出來選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蔣萬安批他說你在那邊拉票 你用衛夫婦 他回什麼 他說要選的人不用矯情 這句話的話就是告訴你說 你講話就是矯情 你們國民黨從馬英九 郝龍斌 連勝文 丁左舟都是這種調調 對不對 都是矯情嘛 而且你看之前馬英九跟郝龍斌選上 接下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灌下來 一麥香來的那個人格特質 那個形象都一模一樣 臺北市選民真的對這種 這種口味 口味 已經很厭倦了對不對 我吃兩年 吃三年 我吃得很鮮 你叫我繼續推下去 不太有可能 所以陳時中講這句話 他就告訴你說我是真 我真誠 對不對 我不矯情 我就是要選舉對不對 而且說雙城論壇 他這個講說要有實質意義 當然這個實質意義是什麼 你要接下來你要講 對不對 那黃珊珊也講說雙城論壇 不宜中 只是官方往來平臺 對 這個是這樣 我就跟你講說好聽還沒挑戰 他講這個東西 問題是你黃珊珊敢去參加雙城論壇 他也不敢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選舉要有謀略 要有東西 你怎麼樣去聚攏人心 去拉攏這些人心 你的支持度才會高 所以蔣萬安到目前為止 選舉看不出一點頭緒來 我是覺得真的 國民黨要介入台北市選舉 對不對 如果再讓蔣萬安這樣搞下去的話 真的是他要叫北市